就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啊 她刚刚也是从台上跟大家玩游戏 欢乐的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菲菲 欢迎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好开心哦 好撒的小姐姐 刚刚看到她的脸就是巴掌 我说一半的脸 而且还得是小巴掌 你的巴掌都不行 真的真的 既然我们过生日嘛 菲菲有没有什么生日的祝福送给我们先 一上来就好祝福 那当然呀 是 助动感101 舒适长红 收听长红 收听长红 好 谢谢菲菲 这句话到时候我们制作人剪下来啊 那个滚动播出啊 滚动播出 菲菲最近有新歌在我们东方风云堡上好红哦 而且连续取得了好多周的好成绩 就是stalker 是的 谢谢 谢谢 有看到这个在外滩大屏的那个榜单吗 我有看到照片跟视频 非常的震撼 原来 我配吗 当然 请睁大你的眼睛看就是你 当然 就是好的音乐就要配最好的资源对不对 特别特别开心 就觉得自己的成果被人看到被人喜欢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非常欣慰的事 在黄埔江畔 当然 我估计现场 因为你知道 外滩周围有好多就是很棒的那种餐厅啊 经常会有什么浪漫求婚呀 也有很多人在那边什么滚动这种 然后一看到王队队榜单 哇 那些浪漫的人都吃着饭啊 甜蜜的过去当中看到了这首歌 哦 太有面了 太有面了 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筹备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因为歌词我就是磨了特别的久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我出歌 我觉得应该要表达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对一些社会的一些思考 对对对 然后所以歌词打磨了特别的久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个stalker他是说窥探者嘛 对因为窥探者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人 可能就是你你你觉得你会 其实连我有时候会反思到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都会不由自主的去 去想要控制 控制就比如说像我妈 比如说像我妈妈 嗯 我我有时候会不由自主说你 妈妈我不喜欢你穿这样的衣服 你控制你妈妈 对 我以为她会反过来 对 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 你不要用你的喜好来绑架我的自由 哇 你妈真的好厉害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听到 妈妈控制女儿的比较多 是会管得比较多一点啊 对 你们家是反着来的 我们家是反着来的 就关心嘛也没办法 关心就希望妈妈就是每天都美美的 嗯 所以狭义上其实stalker是在传达提醒 鼓励帮助广大女性 而且有那种girls power的力量 是你自己这两年的一些 包括你自己经历也好 包括参加的综艺也好 一些近些年的综艺 或者是一些经历的一些感想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看动感101啊 每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就是陪伴大家 可能你有一些烦恼的事情 我帮你去解决克服 对不对 嗯 就像飞飞的音乐也是这样的 嗯 那刚才也提到说 可能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焦虑 嗯 是吧 是 那最近有什么 焦虑的时刻 我说你如何克服呢能教教大家 嗯 嗯 我最近焦虑的时刻其实是下一首新歌马上就要来了 一首接着一首 对 然后我也我也很焦虑 我觉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嗯 那以stalker这首歌目前为止的反馈来说 应该你已经体会到了大家的热情和肯定了吧 是 但是下一首歌跟这首歌的风格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吗 嗯 但虽然也是也是快节奏的 但是完全感觉不一样 嗯 是一个比较轻快一点的 而且 嗯 那下一首这个就是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 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因为这首歌的MV 你其实已经在当中呈现了很多非常厉害的舞蹈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外形的部分 哦 这首歌目前还没有没有拍摄MV的部分 然后只是歌曲 然后舞蹈 嗯 会有吗 舞蹈也会有 在后面会有 那因为这首歌也是 因为我之前在拍戏嘛 嗯 然后这首歌的录制也是delay了一些些 然后最近才刚刚录完 嗯 你看看这进程啊 我们飞飞姐姐的进程很满 是 推荐了半天了 大家能不能听到这首歌呢 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stalker啊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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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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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